四十八條之後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來 我們現在進入 五十條 大家看五十條 好來 五十條 審查會的條文跟 民進黨黨團 司法院協商 建議條文是一樣 條文都一樣 但是在 立法說明裡面 做了一些修正 大家看一下立法說明有沒有問題 第五十條 第五十條 沒有沒有沒有 不一樣 不一樣 十八到五十條 也十八到幾十條 時間到十幾十條 時代力量的提案在哪裡 在旁邊 五十條 第五十條 十到五十條 在前面 OK 對對對 第五十條,時代量第五十條 有一個第五款的 百分之五十 它是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是這個不一樣嗎 是 這個大家有什麼意見 另外 有關於立法說明的部分 立法說明先處理 立法說明有沒有什麼問題 在哪裡 立法說明在哪裡 第二項 應受懲戒的具體事實不適任 應於前項第三款以上的處分 第二項續舊不適任法官明定成類 免除法官的職務範圍 亦已認定受懲戒者不適任法官 應同屬第二項明定的範圍 沒有意見 好,那立法說明我們就修正通過 那現在就是第五款的部分 一個是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 一個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他那個齁 我們提這個修正動議 最直接的是 院長你先看第四款 好來 第四款 剝奪是百分之百了 百分之百 就沒有嘛 那當然是很嚴重的狀況 才會到百分之百嘛 那你再推一級下來 就不是全部剝奪喔 對啦 然後他只是什麼 他是減少 那就減少的部分 他的range也給得太低了吧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什麼 就讓這個更有牙齒一點 我最下線 我也沒有說一定要調高 你維持百分之十沒有關係啊 那你最上線的部分 你不要給他蓋一個帽子 只蓋到百分之二十嘛 那你給職務法庭 多一點空間到百分之五十啊 好來 秘書長 來 這個 這裡面喔 因為 第四款的部分 它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 是退休金 退行金通通剝奪 那就是百分之百 那第二種情況 撥得退行金 大概接近百分之五十 這個就是五十 所以呢 我們才會第三 第五款呢 才會十到二十 就是說 如果要撥得他百分之五十的話 那就適用 就是用第四款的後段 撥得整個退行金 他大概就 這個 黃委員的意思是說 你就是 退休金跟退行金 撥得他百分之十 他也沒有意見啦 但是只是你們的判定 如果情節重大 或許就 大 高一點 其實也是絕點錢在你們 我比較具體的問齁 大概任職三十年的法官 退休了以後 他的退休金 退養金大概各多少 我必須要比較具體的數字 我才好判斷剛剛秘書長所講的那個理由嘛 秘書長剛剛講的是 退休金跟退養金 剝奪就全部沒有嘛 但是有另外一個選項是 單純的剝奪退養金 那如果單純剝奪退養金 就靠近百分之五十嗎 那這個是你為什麼在後面 減少退休金 以及退養金 Range 會止血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理由嗎 好 抽象的文字這樣講 我知道秘書長在講什麼 現在我在問具體的數字 一個法官大概幹三十年以後 他的退休金跟退養金 大概平均起來多少錢 三十年喔 因為現在退休金也是按照公務員的 退休制度逐年降低啦 假設我們以他第一年來看 做滿三十年 第一年大概有 退休金加退養金大概有十七萬多吧 三十年 三十年多少 三十年 沒有啦 我就沒聽到 SORRY 14萬多啦 大概四十萬 沒有沒有對不起 三十年年支的齁 十四萬三千四百六十五 那退養金呢 這個是總 總的加總 退休加退養 那 這個是 這個是 就是每 每個月領嘛 是吧 每個月領 是吧 三十年的退休 退休金是這個數 退休金是 59777 算差不多約六萬啦 對不對 那退養金呢 退養金是三十年的話 八三六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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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剝奪退休金 及退養金 那你們對於第四款選擇的是用剝奪退休金退養金或 只剝奪退休金 這部分 是屬於一個 按照情節輕重的關係去處理的嘛 是嗎 對 對 相對於這一個第三款 他也除了法官的那個職務 所以就像當你撥的退養金 超過 那個 院長 沒有問題喔 剛剛司法院提的這個解釋 我可以接受 因為他撥一半 到退養金的部分 全部拿掉 其實過百分之五十了 跑到後面兩個基數再把它加在一起 然後再乘以到百分之二十 那個Range上面 這樣子的調整 我可以接受 好 那這樣子喔 第五十條 我們 就照 當然可以 那個跟秘書長請教一下 我在委員會就表達了 我們今天要到法官來懲戒的時候 條件已經非常多了 你是從 第三十條開始你去看 就是說他要經過 評鑑委員會 評鑑委員會如果認為不用送審戒 他就到人事審議委員會 他就到人事審議委員會 那邊就 刷掉了嘛 認為有必要 他才送到這個職務法庭 這個沒有錯嘛 職務法庭又加了二審 這個也沒有錯嘛 好 那如果你回到 他可以被 評議的 他可以被 職務法庭 所審的條件 還有那個叫什麼 個案 評議是不是 的條件的話 第三十條裡面 他所寫的各款 每一項都是情結重大 才會進去喔 所以你情結重大 到最後到這邊來 還二審 到最後你的法官 還可以被第六款 罰款第七款 申戒 這不是莫名其妙嗎 已經情結重大 然後經過程程關卡 才送了進來 這樣的法官 被懲戒了之後 你還可以說 我只有罰個款 或只有申戒一下 你還繼續去審 還去進行那個案件的審理 那這樣的法官 在審理的過程中 如果是當事人的話 會覺得很可怕 你這個法官 已經到這邊被懲戒了 然後 那個退休的是四五款 這不講喔 那你沒有到什麼 免職跟測職 然後你還繼續 你被懲戒了 還可以繼續審理案件 這樣子 到這個關卡的時候 還有什麼 申戒跟罰款 不是很奇怪嗎 我再舉一次的例子 我在委員會有講 你如果是 測速照相機 被抓到說 你這一支不準 他是前面的罰單 全部都要還回去耶 你一個法官 如果到這個地步了 已經被懲戒了 你還可以接受他 只要罰款了事 申戒了事 繼續審理案件這樣對嗎 所以我是反對 第六款跟第七款 你要嘛就是 進入到一二三款 那要嘛就是 退休了你去處理 不能有什麼 申戒跟罰款這回事啦 因為他條件太多了 他條件太嚴格了 我再舉一下喔 我把那個 你們現在公佈到最新的數據 職務法庭的處理案件 每一年大概最多九件 然後大概四件 那大家認為恐龍法官的那些案件 叫做有事實足以認定 故意或重大過失 至審判案件 有明顯重大違誤 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者 從101年到105年 一件都沒有啊 一件都沒有啊 所以你寫了半天 跟真的一樣 其實人家講的恐龍法官 一件都沒有罰 那如果你這邊 還可以再申戒跟罰款的話 那我不曉得你們這個 就是大開其門 好像程序上 一大堆門檻 到最後一件都罰不下來 一件都罰不下來 是不是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 我插個話好 好來 插個話來 插個話來 沒有那個 我跟鄭委員說明 你講的那個狀況完全沒有錯 所以為什麼我們對於職務法庭觀光相互 這麼深惡痛絕 會到職務法庭去的 前面評鑑委員會送去的時候 我老實講 沒有素材都很完整了 所謂素材都很完整 就是應該要這樣 對嘛 好 那但是 你會狐疑說 怎麼最後搞出來都申戒 還是在衝啊 這個就是問題嘛 那就是 他們自己的人在決定啊 所以我沿著鄭委員的話 鄭委員應該要慎重的考慮 支持實力的版本 三加四 你讓外部的委員人比較多 完全就可以排除你的那個疑慮 司法院也不用擔心 說啊這個情節可能是有時候 沒那麼嚴重啦 有需要搞到最少要撿退休縫嗎 給他申戒一下 那彈性出來了 真的情節輕微的就申戒嘛 真的應該要處理的 你也不用擔心他觀觀相互 因為外面 我們有四個外部的委員參與 那個黃委員 他根本沒有情節輕微這回事 因為第三十條可以送進去的 全部都情節重大 說明一下好不好 好來 請秘書長送秘書 第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我們職務法庭受理的案件 評鑑委員會是其中一個管道啦 就 評鑑委員會 在過去評鑑委員送監察院 然後送職務法庭 那遇到我們新的草案是 評鑑委員會送職務法庭 評鑑委員送的都是要情節重大 除了這個以外 監察院彈劾 監察院主動調查的 還有司法院移送監察院的 他是按照公務員的 就是按照那個 法官法的其他條件 他不限於 跟評鑑一樣的情節重大 只要違法施職他就可以送 所以有些 違法施職的情況 並沒有那麼樣的 嚴重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罰款看起來好像是 比較輕微 其實這個罰款可以罰到一年 法官一年的薪水 也算金額也不小 重點不在於罰款罰多重 重點是他可以繼續判決 申戒完就繼續判決 然後我的 坐在上面 判我生死的這個法官 然後被申戒過 你才判我死刑 這不是很奇怪嗎 重點不在於罰多少 重點在於他根本不適合 再繼續審理案件 民主長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有 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那其實以後 大家都走監察院 不會走你這個 不會走你這個 法官法裡面的這個 這個層層關卡 大家都走關卡 你就好了嘛 你現在沒有排除掉監察院的主動 那個主動彈劾沒有嘛 那你這邊設了一堆關卡 最後還可以申戒 那這樣有什麼意思呢 我反對第六款跟第七款加入 要就處理得乾脆一點 你要撤職要停職是沒有關係 要嘛就是去處理他的那個 退休縫 好啦我們 我們這樣子啦 回歸到第五十條啦 我們 我知道啦 你現在 你黨團又有提案 你現在意見又不一樣 現在要怎麼處理 不然你們黨團重新提案過來 你不能用你個人的表 你又是黨團的幹部啊 來請問曾偉 剛剛印鵬委員講的有道理 你要這樣擦身喔 不是 我要請教一下 請教秘書長喔 就是現行五十條法官的懲戒有這幾款 免除法官職務 車子 那等等總共有六款 目前實務上喔 一年喔 有依照五十條的 執行 有送去的 有多少案 那最後處理的結果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好來 最後一個說明來 我們聽黨來講 他業務懲罰 他的數字比較少 說沒關係 手禮我好禮啦 好不好 我這裡有嘛 要不然我念給你聽 我要支持他們 我好在上 下來了 現在就開始犯了他講 因為他一路電視頻 他在起電視頻的時候 可以做的話 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就是在那個 我們現在就報告最近的這三年齁 在一百零五年的時候 那個曾與民法官是那個罰款 那個相當於那個 薪資總共那個十個月 那陳鴻斌法官就是那個 免除法官職務 轉任其他職務 然後在那個一百零七年的時候 那個 有送了那個 豬糧跟那個曾謀貴 現在還在審理中 然後那個 湛玉斌法官是那個罰款 另外那個陳梅清法官是免除法官職務 轉任法官以外其他職務 以上 這樣子啦齁 這樣子啦齁 第五十條 我再問最後一次各黨團有沒有意見 立法說明修正大家沒有意見 那秉文有沒有意見 你們的那個民進黨黨團 及 司法院提出的修正條文 有沒有意見 如果有意見 民進黨有意見 你們再提修正案 沒有意見我們就要通過 沒有意見 那我們這樣齁 第五十條 就照民進黨黨團協商修正及司法院的建議條文通過 另外 立法說明我們就依照修正通過 來我們進入下一條 第五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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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實際上面的真實 因為這個只是配合前面的修正 就是採取雙軌制 那至於條文上面的文字 我們沒有堅持 好 那是不是 就以民進黨黨團的協商修正條文 請司法院來做文字調整 好不好 可以齁 好 那第五十一條 我們就修正通過 那五十五條 五十六條 是跟三十九條 這三條是連動 大家看到第五十五條 五十五五十六 五十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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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呃 針對五十五五十六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這個跟 第三十九條 是有相關聯嗎 是不是 那 要三十九條已經保留了 三十九條是保留嘛 所以 蛤 蛤 說明一下 三十九條有關於跳過監察院 好像大家 沒有不同意見 那監察院是沒有意見的 現在就是 是覆益的部分嘛 對對對 時代力量這方面是有意見嘛 但是後面這個跟覆益沒有關係 好 那 你 所以三十九條 這個 協商修正條文 是跳 這個都跳過監察院 但是是 是 民進黨將 就是 司法恩將 決議結果告知監察院嘛 這是 那 時代力量是有一個 所謂的 覆益嘛 這兩個 不同 所以三十九是保留 那 五十五條 是不涉及 呼籲 呼籲的部分 那 時代力量是沒有提案 那 我們五十五條 是不是照 民進黨 跟 司法院的修正條文通過 有沒有意見 好 沒有意見 五十五條就這麼處理 那五十六條 五十六條 喔 有沒有涉及 三十九條 相關的部分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好 沒有的話 五十六條 我們照民進黨黨團的協商修正條文通過 那五十九條 好